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親愛的主持人大家好 中共這幾年經常提價值觀輸出、文化輸出 這種名詞 其實就是甲酒喝多了 當然五毛們 你們也別失落 中共早就輸出過價值觀 在毛澤東時代 那叫做共產主義革命 它把賣到這個東南亞的鉛筆上都印上 文化大革命萬歲 這可把人家嚇壞了 文革就是搞內戰呢 這種價值觀人家不要 因此中國商品出口都受到影響 中共把這段歷史給掩蓋了 說是西方國家封鎖它 導致經濟困難 但是本質上就是你共產黨輸出了一個 惡的價值觀 造成了封鎖 那麼從2011年開始 中共又開始提價值觀輸出 這次輸出的高峰啊 是這個一路一帶大外宣這些項目 說白了 是送情給外國人話 那麼中共輸出了什麼價值觀呢 一切向情看 它要求NBA為了錢 要放棄自由人權這些理念向它低頭 這就是這個月的事兒 當然了 官二代富二代們開著豪車 招搖過世問候人家母親 這種文化我們也看到了 黨文化的價值觀 人類文明的對立面 也不光是美國加拿大的朋友們看到了 這個價值觀的輸出也到了東南亞 馬來西亞的朋友們也看到了 中共一路一帶馬來西亞工程慶心 外國有人感受到了中共統治下的討薪文化 大家看一下橫幅內容 貴壁園中央公園還我血汗錢 中建二院還我血汗錢 很經典 很中共 這樣東南亞的朋友們 學會了中文和新的要債方式 打橫幅 那麼說到要債呢 2019年10月17號 上百名中國人在中共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門前 長跪不起 控訴馬來西亞的投資公司 詐騙了千億的人民幣 而且高唱中共國歌 這個應該算是直接的價值觀輸出了吧 因為這批中國人就是P2P投資的受害者 2018年中共的P2P投資公司爆雷啊 那個響聲不是一個接一個 拼拼啪啪這種響聲 而是像放了一掛拼泡 劈里啪啦的 那麼中共怎麼去應對的這個爆雷呢 它不是去抓這些跑路的老闆 而是要抓訪民 製造了一個金融蛋民的新名詞 現在把這個文化輸出到了馬來西亞 這也豐富了P2P欺詐的新方式 不光它中共國旗可以騙 外國有人也可以來中國騙 很多人問啊 為什麼會是這種局面呢 大家想啊 中共的這個金融開放引進的騙子多 那個有良心的外國人啊 比如說這個NBA火箭隊的經理啊 他不是被你們抵制了嗎 那麼很多有良心的人被抵制 這樣的比例來說啊 來的是不是騙子可能佔的比例就高一點呢 中共在大陸搞騙數 外國老千也來參賽 中共能把中國人騙的有多慘呢 到了2019年的8月份 中國家庭部門的貸款預額 竟然高達52.8萬億人民幣 咱們中國人省吃僅用的那點存款 被中共換成了債務 這還都是官方數據 那個股市啊 P2P的金融災難的損失 還不包括在其中 同樣是馬來西亞 中國人討債和本地人討薪有很大的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馬來西亞是佔的 中國人是貴著的 當然啦 不是全部中國人都這樣啊 那人家香港人就沒有貴 大陸還有很多有良心也有勇氣的人也沒有貴 這個不同就是大陸黨文化造成的不同 我們這裡也想告訴一聲 那些來馬來西亞的大陸人 大家想想 替騙子站臺的是馬來西亞秦首相夫人 那個秦首相可是跟中共狼狽為監被調查了的 那麼誰給這些騙子在大陸開的綠燈呢 你們想想 你們這筆錢是不是可以跟中共要呢 好 謝謝大家 聽聽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更多微視頻在新唐人網站